根据朝鲜中央通信社 长年肩负朝鲜外交重任的 元老及领袖江西柱 不敌食道癌 在昨天下午4点多去世 享年76岁 江西柱是朝鲜外交第一把手 他曾在1994年担任平壤首席谈判代表 并促成朝鲜和美国 签署一项历史性协议 在协议下 朝鲜同意冻结发展核武计划 以换取国际社会 协助兴建两座发电用盒子反应堆 不过这项协议在2002年宣告破裂 因为朝鲜违反协议秘密发展核武 也是朝鲜副总理的江西柱 从去年开始就鲜少公开露面 引起各方对他健康问题的各项揣测